海里哭,石未滥 三亿年前的海底变成了高原 而石林仍在 低的小时候,爸爸长抽的烟就叫石林 这个怪石林寻的地方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成了我一直未曾到达的远方 长大后,那些远方就成了我们的目的地 假天下的归林山水 东华第一铺的黄果树 也有这个从小在我们小学课本里出现的地方 仍保持着老牌景点的端庄和大气 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被压在这里五百年 岸贤在这里出于海棠朵朵 和萨米老人聊天 阿婆亲切地叫我阿施玛 奔蝉草绳绣花 弹琴唱起歌来 其实远方并不遥远 它就在我们的每一站 让我一点点去实现 我是小雪 和我一起环游中国